金融市議員曾濟岩首先為警員勤務加急請命 同時他也關切金融市交通耗製不斷電系統的推動情況 對此金融市政府交通處長表示 明年將針對中央路口進行事辦 我們也因應整個台電的一個電力可能會中斷 所以我們在明年度有先來做一個示範型的 就是針對我們交通耗製UPS 就是不斷電系統的部分 我們明年有先編列100萬 針對比較重要的市區幾個路口來先做示範 針對於這些交通的這些不斷電的強化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協助一起來把它規劃出來 因為如果有停電的話 就會造成交通的一個混亂 那我想這樣子 我們應該要慢慢的有一個完整的配套 曾紀元也提出人孔蓋整瓶及防滑不佳等問題 對機車處已經形成嚴重威脅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什麼 這是本席一直在強調的 我們金融市政府對於這個道路的管理條制 我想主管機關是我們金融市政府的公務處 那你看這些管線業者 如果我們鋪好道路以後 那些管線業者 他如果要維修的時候 把我們本來下地的這扇孔蓋 再把它浮上來 然後就再來 再來更誇張的你看這個 這是更誇張更惡劣的 這管線者所謂的圖方便 他上地以後他就用水泥 隨便把你孔一孔 你看水泥它的硬度比較強 所以車子如果連過去了以後 就會裂開 那裂開了以後 如果這些造成坑洞 造成騎車的人跌倒受傷 那又是我們金融市政府的事情 對此金融市政府公務處長強調 除了要求管線工程單位改善施工方法外 也會將人口蓋防滑係數納入規範 還是有一些工法會減少這些情形 那可能那個單價的方面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再來討論看看 研議看看 如果民領度我們可以把它放進來 這個我們的規定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人口蓋防滑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在明年 我們的自治條例修正的時候 我們會把人口蓋防滑的部分 納入我們的一個防滑係數的一個規定 今年林維受命接任義消總隊總隊長的曾濟炎 同時關心全市7000多支滅火器設置問題 他建議可以仿效高雄市 在電線桿上設置消防栓箱 同時逐步採用智慧型滅火器 提升滅火器的妥視率 在電線桿上面設置放滅火器的話 我想這個方法說真的啦 也不會去妨礙到任何一個人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不用去徵求我們的市民同意 來建置我們的滅火器 那再來的話我也是希望說 未來我們滅火器能夠朝智慧型的 就是它如果有人去動它或打開它的時候 它能夠自動來發爆出去 給我們的控管單位 知道說這個滅火器有人去使用過的 還是說這個滅火器有人拿過了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林里的監視器 來看看說是誰來利用來用這個滅火器 是不是因為有火災的通報還是怎樣 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會因地制宜在設置地點及滅火器 維護保存與設計上進行改革 強化滅火器的妥視率 以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張祈臣記者 記者張綺藤,進行報導